本集完 上个星期重启谈判 这样协议对台湾的经济 以及两岸关系有何意义 欢迎海峡兰的听众和观众朋友 加入稍后海峡论坛的现场讨论 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 400-120-0551 下面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 时间交给VOA卫视的新闻主播 海天 好的谢谢东宁 我们来看第一条消息 一名英国救援人员 被伊斯兰国斩首之后 首相卡梅伦誓言将摧毁 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威胁 卡梅伦首相星期天 在伦敦发表讲话的一天前 伊斯兰国公布了杀死 英国救援人员海恩斯的视频 卡梅伦说 44岁两个孩子的父亲海恩斯 被伊斯兰国以残暴的方式谋杀 是赤裸裸的邪恶行径 他表示定将追缴 杀死海恩斯的凶手 把他们绳之以法 卡梅伦说 伊斯兰国是一个策划 在欧洲各地发动攻击的狂热组织 声称是为了伊斯兰 在伊斯兰国公布的视频中 杀死海恩斯的蒙面人指称 英国首相卡梅伦和美国联手 对付伊斯兰国 并警告说 这一决定会把英国人民 再次拖入一场血腥 而无法打赢的战争 美国国务卿克里 星期天抵达巴黎 继续推动建立 打击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 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国际联盟 克里星期六晚间 从开罗飞往法国首都 并将在星期一参加一个 旨在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 国际会议 目前将近40个国家 同意以某种形式加入行动 其中包括一些阿拉伯国家 此外 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 星期天宣布 不久将在江上中东地区 派遣600名军人和多架战机 以回应美国提出的要求 以国际社会援助的正式请求 广东惠州市博罗县数万民众 9月13日上午游行前往县政府 抗议你在东江边新建的 垃圾焚烧场距离居民区过境 政府出动数千头戴钢窥的警察和特警 封锁交通拦截 据报道中午时分游行市民遭强力驱散 多人被打伤 20多人被抓捕 当地环保官员曾表示 选址经过科学论证是合理的 距离居民区较远达到1.1公里 距离密集居民区达到1.5公里 属于惠州生态环境园的一部分 不过当地居民担心 垃圾焚烧发电厂对饮用东江水的 博罗 惠州 东莞 深圳和香港 都有极大的影响 排出的废弃有毒致癌 菲律宾中部南莱特省 一艘渡轮 星期六夜里沉没 两人遇难 菲律宾官员星期天说 这艘名为马哈利卡号的渡轮 驶离利帕塔港后突然遭遇风暴 目前已经有100多人获救 当局仍在努力寻找幸存者 但是在另一方面 当局表示他们不清楚 当时船上有多少乘客 马哈利卡号的发言人说 该船方向舵受损后 船员立刻发出了求救信号 好的 那以上各位收看的 就是这一小时的 美国之音VOA卫视的全球药文 需要在另外的方面 还要在做一个准陷 做一个反弹 做一个结果 而生意下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扩帽协议与中韩自由贸易协定赛跑 台湾要如何避免被边缘化 海峡两岸的听众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 在9月14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 我是樊东宁 今晚的海峡论坛 我们先来关心两岸民众的食品安全问题 在过去中国大陆的地沟油 让大家文之色变 而现在台湾也爆出了黑心搜水油 不但波及台湾一千多家的食品业者 而且可能已经流入了内地的商家 根据香港文会网星期天的报道 台湾地沟油事件的影响范围是越来越大 上海、厦门等地已经发现了 并下架大量的问题产品 那么为何两岸食品安全的问题层出不穷 两岸同为搜水油的受害者 有关单位要如何为民众的健康把关 避免食品安全的问题再重演呢 今晚海峡论坛我们邀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来宾 和您一同来讨论这个话题 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 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 博弈您好 东宁您好 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安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 那么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 在第二个话题当中呢 我们为大家预备的是 两岸的第九轮的货物贸易谈判 也就是大家所谓的货贸谈判呢 9月10号在台北举行 那么这次这个谈判呢 主要是针对面板石化工具机 跟汽车四大产业 两岸进行这个货物贸易的谈判 那么究竟谈判的过程 跟这个具体内容如何 谈判的这个情况要怎么样来评价 那么包括刚刚东宁先前所介绍的 台湾的这个时安风暴 以及第二个话题 我们要准备的货物贸易谈判的观察呢 是今天海峡论坛为大家准备的两个话题 首先由我来介绍 今天在台北为大家请到的来宾 那么今天在台北为大家请到的呢 是两岸问题的专家 这个践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 严建发教授到节目当中 严教授您好 博弈东宁 赵先生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感谢严建发教授 再度的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 那么继续请东宁 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也谢 也欢迎这个严建发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 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 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来宾 是美国维吉尼亚社区大学董事会的主席 赵惠普先生 那么赵惠普先生说 长期致力于推动美国和维吉尼亚州 和台湾之间的教育交流之外呢 他也在华盛顿的中国城 开始了一家剖腹盛名的中餐馆 赵惠普先生欢迎您 两位主持人 严教授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 在节目进行当中呢 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 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 我们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播 400-120-0551 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播 00801-148-940 好的 下面我们进入今天海峡论坛 第一个讨论的话题 在美食亡国有美誉的这个台湾 在中秋节的前夕 爆发了震惊国际社会的 搜水游事件 整个事件的导火索是台湾的一家 猪油厂商 强贯公司 被查到了向地下工厂购入 搜水油之后 制成香猪油 总共有700多顿的黑心搜水油 流入市面 包括了味全 旺旺统一 牛头牌和黑桥牌等知名的企业 在内1000多家台湾食品业者 受到了波及 而全台各地的小吃摊 餐厅还有中秋节的月饼 和台湾最受欢迎的凤梨酥 太阳饼也都受到了污染 吃到搜水油的民众更是难以估计 现在连香港的公司也确定 卷入了这场搜水油的风暴 可以说是中港台澳 两岸四地的民众都受到了影响 那么此外呢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国台办发言人 马晓光也说 这目前虽然还没有发现 这个具体很多的这个问题产品 但是希望两岸能够根据这个食品协议呢 进一步的保障 两岸民众的食品安全问题 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 严建发教授 我们看到这是过去一年之内 台湾第二次爆发了重大的食品安全问题 而且还是在中秋节的前夕 很多人连月饼都不敢吃了 我们看到很多这个 受到波及的厂商 包括了很多的知名企业 甚至是百年老店 那么究竟这是又一个的 所谓单一个案 还是说已经反映出台湾的食品安全问题 已经非常的严重了呢 李教授 是我想这个是非常丢脸的一件事 实际上从去年年底也爆发一次 到现在都看起来没有改善 而且越来越严重 那我想这个部分当然政府有这个责任 这个好好的担起这个责任 好好的在对于这个将来这样一个监督流程 要稍微再加把劲 那我们也知道说 就我们所熟悉的这个GMP这个协会 过去竟然都是这些大的食品公司所组成的 所以这个就原来人家说这个球员兼裁判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一种安排 实际上应该有更多是消费者 或者这些广义的这些消费 像中小这些需要用油的这些消费者 来组成这样才能达到这个监督这个效果 另外就是有里面有些学者 其实也参与做监督的过程 我认为他们也失责了 所以让因为这毕竟是很专业 一般来讲我们一般人民是不可能 那么多了解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曝露出了 台湾很严重的这样一个 对这个食品安全的这个缺失 而台湾其实过去以来一直要推动这个观光事业 这个美食是很重要的一环 所以我相信这个对于今年的这个经济成长 应该会有很深的打击 好的 非常感谢严建发教授的分析 看来这个这一次的问题曝露出的是 台湾在监管方面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漏洞 而且在第一时间的时候 台湾的食品药物管理署还说 这个搜水油只是劣质的猪油 可能对人体不会有利己的伤害 也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 你认为你怎么看台湾目前这样一个现象 还有如果这个情况发生在美国的话 美国会怎么来处理呢 东宁 这个我觉得就是看到 就是说很多台湾应该监管的单位完全是推脱 而且事情发生之后就 好像我还看到一个 找了一个教授出来帮他背书 这个教授自己也是被说 他的学生就是那个强贯的少董 然后一直说他不知道 台湾这么小怎么会不知道 我也是会有一点存疑 但是这样讲就是说 一个GNP 然后你说要厂商自己管理 我想这样子 那你要政府干嘛 你自己管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他完全的整个监管 像在美国 他当然他整个上游 他的原料来源是非常严谨的 然后这件事情 我记得东宁如果说观众听众朋友们想一想 好像就是上个月左右就说 台湾爆发了一个什么军方 什么进口牛肉然后灌水案 你看灌水而已 都是都被抓起来 那你这样子随便加一些那个不可以食用的油 那怎么会没有罪呢 你用用这种方式去想就对了 第一个他是不是已经 我们讲了说这个是欺诈的行为 这本来就是犯法的 因为你加了那么多不应该加的东西 这当然是 这法律上你当然是有责任 另外一个就是说 在美国应该是所有非食用的东西都要被管制的 你不可以加进来嘛 工业的东西怎么 它已经被驱定为工业用的东西 怎么可以放到人类的食用来讲 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机会 那我就想 我看到当然这个事情 我听说已经连这个进货 从那个香港进这个非法的这个工业用油 都已经超过十年以上了 这也不是马政府发生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但是就是黑心业者就说 只要这个有钱赚他就会想办法去赚钱 但是赚钱他进货他怎么会不知道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可以看到什么都下跪了好几次 磕头自己去喝什么油都都来了 但是没有用嘛 你是事实上你是你的起义就是犯法 而且好像听说香港那个公司 他还是占了70%以上的大股 那其实这是两岸的一个大议题 刚刚主持人有讲到说 这个中港台澳都有 因为你想想看 香港是一个很小的市场 香港绝大部分的食用东西都是从中国内地进来的 所以这些油你还没有查到源头 那个香港的油它从哪里来 很可能到后来还是从中国来的 所以大家不要说你笑我笑你 大家都在同条船上面 那么近这个华人的世界里面 发生什么事情 大家都是绑到一起的 谢谢赵伟布先生 也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坊 尼教授 原本大家认为说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 现在台湾也是这样 美国的这个蓬勃商业周刊 就对这个事件下的标题是 中国最新一波的食荒 食品安全的恐慌是源自于台湾 实际上就像你刚刚提到了 很多的外国观光客到台湾来 是因为想要吃台湾的美食 那么也有一些对岸的网友就评论说 以前我们认为说中国的食品安全有问题 所以我们都买台湾的食品 没想到现在台湾的食品也出了问题 你怎么看这一波事件 对台湾这个美食王国形象造成的冲击呢 严教授 我想这个冲击现在才开始 才开始 我想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 因为我们所了解 现在观光客好像已经掉了三层 所以我想这不只是观光客 还整个台湾给外界一个形象 所以这个我认为说 可能立法院这边也要处理一下 就是说立法还是要重演 因为这个事关这个生命问题 另外政府也必须要有 要挺起腰杆 就是说这个事情 还是属于公权力的范围 因为政府应该还是要表达 强烈这个政治这个决心 不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这个卫生部 好像也还没有人为这个负责 我觉得这些都必须要很明快的来处理 我想这样会至少给民众 或者给国际有一个交代 当然我们继续要谈的是 台湾的政府应该要负起什么样的责任 就像刚才严教授讲的 还没有这个卫生部的官员 因此而扛责或是下台负责 那么中央跟地方每次碰到这种问题 都可能会互推皮球 那么郝龙斌市长 台北市长就说应该成立一个食品安全调查局 要中央地方一条边市的管理 像美国的FDA这样子 你觉得美国的经验有哪些 可以给台湾作为借鉴 还有厂商 这个黑心厂商是不是应该要重罚他呢 东宁 就是延续刚刚严教授讲的 就是说 他说立法重言 但我觉得可能后面还有两个 就是说 那个执行一定要到位 然后呢 碰到这种 这种黑心的事件 你可以判断出来 就是说很严重的 那你这个一定要重罚 因为法律他有一个 一个上限跟下限 一定要重罚 为什么 因为台湾 因为这个不像美国 美国他 美国他最近这20年来 他已经就是说 他本来从很多 大概中型以上的那个食品企业 有几百家 现在已经 合据到大概只到10家左右 所以这当然对消费者来讲 并不是一个太好的消息 因为你已经被垄断了 但是呢 好处是什么 就是说因为他是大厂商 所以他整个品管是很 比较严谨 然后甚至于有很多 比如说有些企业 他干脆就直接从源头 他就自己去生产 所以他这样子才可以 做他自己的品管 台湾因为比较小 所以他没有这个机能 但是从这个事件 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这一年中间发生了两次的食品大案件 你看真正上头的源头 台湾就说我记得这个做油的 好像只有三家大厂 所以你很可能只要在这政府里面 执法在这三家里面 就可以 就可以起码管到80%以上 然后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数字 但是为什么台湾没有这样做 还是台湾没有人这样做 还是说政府官员不敢去得罪 这些比较大的业者 我觉得你可以慢慢里面去摸索 这中间可能每个现象 都有一点点产生 但是立法 立法只是说在这个一个原则上面 把这个立的法 但是需要人家去执行 对 但是这个执行就很重要了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因为台湾 我们老实讲台湾蓝绿这样互斗 对不对 变成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 都好像完全没有关系 你看这一次 就是说大家都在把这个 卫福部指的矛头 但是你没有想到说 这个发生在屏东 然后呢 他住在隔壁的一个老农夫 然后拼命去 自己去 检取 对 到后来他跟屏东县政府 讲了半天都没有用 你知道他报到哪 报到台中去了 就是台中跨区来调查 这就很可笑 就是说台湾已经 我们一直讲说一国两制 台湾早就一国两制 多字还不止两字 就是说你怎么会这个样子 然后呢 我就不相信 就是说因为在第一线的 就是说屏东 屏东县的会没有 完全没有 其实屏东县的政府最需要负责 然后他这个屏东县县长应该 第一个辞职的 我觉得应该是他 人家不是报一次 他报了多少次 都应该要来负责 好的 感谢赵伟先生 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 叶博弈 请博弈继续就这个上半场 台湾搜水游事件 向两位来宾提问 博弈 好的 谢谢东宁 那么首先再回到台北 请教严建发教授 就是刚刚这个 两位来宾都提到 就是这个 台湾的这个食安问题 其实延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不管是从以前国民党 或到贬政府 或到现在马政府在执政 像历来几次比较大的 这个食安的这个风暴 像是塑化剂 或者是毒淀粉 还有这个去年年里 您刚刚提到 这个橄榄油里面 这个用这个棉子油 然后再来染色 这样子一个 很令人惊骇的做法 到现在这个搜水油 可是几次这种风暴 我们发现都是 比方说是个别的人来检举 像这一次这个搜水油 是刚刚这个赵先生提到 老农来检举 那像这个塑化剂 则是一个检验员 他在无意之间发现到了 然后接出来也是一个 很不堪的 用了很久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像我们发现这个毒油商 他们卖了这个 就是搜水油 非法油等等 也已经卖了几乎十几年的时间 它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那所以这个已经 其实并不是 哪一个党执政的问题 而是是不是整个政府 他其实都 这个蕴藏了一个 很严重的监管漏洞 是我想我同意 刚刚赵先生的说法 就是说 这可能要从两方面 一方面就是立法一定要严 因为实际上 它这么大的利益 如果只是一般小小的罚款 实际上是不相乘的 而且生命这个东西 应该是放在最高的价值 我觉得一般来讲 华人社会好像对这种 吃啊 或生命都不是那么重视 不像西方人 我觉得这个慢慢要改 第二部分就是说 政府要负责 他这里面所谓的政府 我也同意就是说 不是只有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比如屏东 这次屏东那边 有个老龙这样去 去举报 而且是过去 有举报 都没有被受理 这要处理 但我所讲的说 要有人负责 包括甚至下台 不见得一定是首长 因为我们如果一个 风暴来就一个首长下 我们大概没有那么多 首长可以用 但是他总是有相关 要负责的那个单位的 小主管 总会有吧 我觉得这样一个责任的 厘清是要的 所以我觉得说 也不是说 地方政府就没责 任何 只要跟这有关的 执行公权力的 甚至可能连检调单位 都应该要来 涉入这样的责任范围内 因为调查单位 也有这个责任 必须要处理这个事情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应该要把公权力的 这种权威 把它建立起来 那这个时候就要 全责 就要非常的清楚 要真的是要到位 是好的 谢谢严建发教授 那么回到华府 我们继续请教赵慧普先生 就是星期五的时候 我们注意到 香港警方 他逮捕了两名的 这个嫌犯 那么这两名嫌犯 据说疑似 就是从大陆的 这个深圳 东莞 还有珠海等地 构进这个 可能是非法的 这个油材 可能是饲料油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 这个不适宜 食用的这个油 然后进到香港以后 可能再跟这个香港 再跟大陆 台湾这边的油商联手 就是来进行这个 这个非食用油的 这个偷天换日 还有这个贩卖 所以好像其实这种 那他当然制成的成品 刚刚您也提到过 就是其实又回销了 可能到香港去 可能到大陆去 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 犯罪的行为 也不仅仅是在台湾一地 而是好像变成中港 台三地的犯罪集团联手 那么同时再回销的 这个产品也是强害到 中港台三地人民的健康 那是不是在这个三个大陆 香港跟台湾这个地区 都需要联合起来 来共同坐下来商讨一个 就是对于食品安全来讲 有关的这样的一个协议 跟这个防渡的这个措施 您的看法 是 博弈啊 谢谢 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讲说 说你不要五十步效百步 因为这个来源很可能 就从中国大陆来的 就现在我还没看到这一段 说现在逮捕的证明 是从中国广东那边进来的 所以我的推测根本是对的 那么博弈 我从你刚刚讲的这个东西 就说是 我们应该有个很严格的监管制度 但是我想再呼吁一个 比较更深入的一个层次的 一个看好 就说中国大陆很早以前 就在鼓励大家做回收 这个本意是好的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我们 比如说我们纸张 以前我们砍很多树来做纸 后来发现森林都快没有在 产生氧性人类可能快要被 这个呼吸都有问题了 然后才做回收纸 你看回收了以后 我们有很多新的产业 那个很多纸张 你看我们树听说 都少砍到一半了 这个对整个地球是有益的 对我们住的这个环境是有益的 那么在做这个回收的时候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地购油本身 在中国大陆很早以前 它刚开始的时候 它是鼓励的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 就是说因为做这个东西 需要一些 比如说一些这种 这个知识 有些技术 那很可能不是那种 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 来回收就可以的 另外就是说回收以后 政府有没有一个出路给他 就是说你出来的东西 我有管制 我来教你怎么去把这些 这些东西 我这样讲 我们比如说你如果说 有自己有经营餐馆什么 你每天用的油有多少 你知道那个厨余的油 已经不能再用好心一点的 那个餐馆 就比如说 那个 他可能每天用的油很大 他明天再用的话 那炸出来东西就有那个油臭味 那他就不用了 就把这个油就要丢掉 丢到哪里去呢 倒在水沟里吗 还是怎么样 这个回收就是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会对我们人类 环境里面造成很大的资源的污染 那我拿一个比方来讲 在华盛顿这个地方 在维吉尼亚有个叫 Valipoting这个公司 我认识非常熟 这是我们这个州里面教育的 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持者 他们是做什么 他们从先把那种 死在路上的那些动物拿来 然后一路再做 那他们提供的是什么 他们就说 他们到餐馆超市屠宰场 跟家禽加工厂 你看他的点很深入 他提供一些 及时处理的服务业 什么叫及时处理的服务业 就是说 我不是随便让你乱到 我在大的地方 我提供一些 比如说一些容器 然后跟你讲说 什么样的东西 你给我丢进来整理一下 台湾的垃圾不是有分类吗 一样的东西 比如说你什么油 什么油 我提供你几个桶 然后我教你怎么 这些是合法的 这些当然是 为什么 就是说你后续的是说什么 如果说你的工厂不够大 那政府需要来引导你说 那你做什么样的回收油 回收以后那怎么办 这也是政府要去想办法 因为你要环保署干嘛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人类的环保的东西 每天人类 我们产生这么多垃圾 这么多消耗的能源 你要怎么去用 然后它有很多成品 可以造成 比如说做肥皂 或者是再变成那个蛋白质的 变成那个 可以当成那种饲料的一部分 这种都是很专业的东西 我们都没有看到 两岸到现在为止 好像没有人讨练过 这么深入的东西 我很建议 如果说有人看到 有官员看到这个 你来叫那个公司 叫Violet Protein 是其中一个 很好的一个sample 就是说教你怎么去 爱护这个地球 从我们大家都好像 不想听的什么地沟油 倒变成说 这也是一种产业 甚至于有一些火力发电厂 它有一些是能够燃料 你是不是可以拿来 当成一种再造的能源 把它燃烧来用 这都是一些出路 你要想好整个配套 不是光伐则 因为我们这个地球的污染 越来越严重了 好不好 这博弈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谢谢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 Doni 当然除了这个两岸三地之外 现在当然包括了 这个澳门也其实被卷入 那包括刚刚有提到 上海跟厦门 都已经发现了 台湾这个胃权牌的 这个问题食品 并下架了 所以这是波及到 两岸四地的民众 您的健康 所以欢迎海家两岸的听众 观众朋友们 现在就拨打 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向我们的来宾提问 或是发表您对台湾 搜水油事件的看法 中国大陆的听众 观众请播 400-120-0551 在台湾的听众请播 00801-148-940 好的 首先接近台北陈先生 您的电话 台北的陈先生您好 台北的陈先生 可以听得到我们吗 喂 有听到 那个 就是这次风暴爆发以后 超有互斗力的痛心 尤其是那个 可笑的是马英九 第一次 不是躲了几天以后 冒出来的时候 讲的话就是 中央政府都做得很好 都很好 全部都是屏通县政府 错 实际上 确实是屏通县政府 有那责任 两个来宾也讲得 非常清楚了 但是那个 第一 中央政府 做得烂 差 可以说是大家 所公认 这不是马英九 他自己 自我感觉良好 所能够讲的 大概是选举考量 选举快到了 好的 谢谢 我是觉得 像我们大家 现在是工业化 时代 也有一些部分 是人类的工业 还是吃饭吃东西 还是反扑归 真的比较好 多吃一些 好的 谢谢台北 陈先生的来电 下面我们接 新竹陈先生您的电话 新竹的陈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你好 这是收水 我觉得非常奇怪 为什么 有可能那么严重 结果政府的化验室 竟然化出来的油 是合格的油 化验不出不合格 所以政府确实是有问题的 主要是来源 是不合格的 大厂一定会知道 那大厂呢 就像卫权 顶心一样 还有旺旺的 这个政府 他们的政商关系 非常的好 大厂会化验的话 他们有化验室 会不知道吗 像这次没有 一枚 它就没有收水油 那顶心 TDR那个卫加 卫加顶心呢 他是DNP的董事长 他给联系政府 TDR 所以政商关系良好 谁敢得罪呢 所以说中央政府 这个DNP化验室 合格的 有的化验不出来 都以为是合格的 政府当然是有问题的 这次的 会务部长 邱文达 他是马英九的家庭医师 发生了五次严重的实际问题 他根本都不用下台 奇怪 他是不是被马英九 被他绑架了 谢谢新竹 陈先生来 您今天来电的 今天来电这一集的 那个台湾听众 非常非常多 我再接一位台北的 谢先生您好 台北先生请说 喂 你好 警长 喂 好谢谢 我请问回收油 如果用在资料 像戴奥金 是不是最后 还会回到人的身上 那日本公司 在强贯事件中 他资金跟技术的资源 是我扮演着 何种重要的角色 那如果回收油 如果要有庞大的 那个不法利益 要处理的话 人力资金是否足够 好谢谢 好的 非常感谢台北的 谢先生 刚才的接听的听众当中 有两位就提到了 这个台湾马政府 中央政府应该要扮演的角色 那么我想先请在 华盛顿的赵茗普先生 回应一下刚才 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意见 是 大家 反正马英九也不差这一点 被人家说他不好 当然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是 比较技术的问题 那这当然是管卫福部的这个部长 跟他底下的这种 食品管制署的署长 他必须要去面对这个东西 因为我只看到很多推折 对不对 我刚讲过说这是一个 你实用的东西 加上非实用的就已经是不对了 你怎么还可以推责任 另外呢 刚刚那个台北的谢先生讲 我跟你回答一下 就是说回收油会不会有害 他是这样子 就是说他把有这个蛋白的部分 蛋白质的部分把它提炼出来 然后呢 这蛋白质的部分是可以再重新再回收的 然后呢 至于那个油品的东西 它是很可能是经过加工 它可以去做一些其他的用处 我大概因为我不是很专家 我只能这样讲 就是说 这个回收资源是一个地球环保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 真的很深沉的去思考的事情 那么台湾跟中国大陆明显的来讲 就是说你没有看到这一部分 那你想看我们每个人在 现在生活的都比较富裕一点 我们产生多少这种废物 我们只看到垃圾回收 我们大家还觉得挺骄傲的 在台北市 你没想过我们每天排放那么多 收水收油 你怎么去处理 这是更严肃的一个话题 政府一定要有一些引导 对不对 你不引导人家怎么做 而且我们也要鼓励说政府 是不是能够出资 让一些比较有心的厂商 能够做回收 你要在处理的第一手 就是说我怎么样到什么样的容器里面 可以保证 然后我多久来回收 这东西都不会变坏 这是一个蛮严肃的话题 执行下去的时候 你看真的是要 美国有很多经验 可以供大家来参考的 真的欢迎有关部门的政府官员 来华盛顿来看一下 希望两岸的有关方面 能够根据两岸食品安全协议 进一步的加强联系和合作 妥善处理相关事宜来切实维护 两岸同胞的健康权 所以我们讲起来了 两岸还有一个食品安全协议 究竟这个协议目前执行的成效怎么样 未来两岸因为这种两岸的问题 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 爆发这么多次 未来两岸应该如何的来加强联系 真的来合作 确保两岸民众吃了健康呢 你的看法 我想这个部分应该就是各自做好各自的事 这个最基本前提 那我们自己这些包括检查的这种程序 或者组成以及这个罚则 包括对整个台湾社会形象 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那这些这个黑心厂商 是不是要得到更严重的这些都要去处理 然后对岸也是一样 一定要去深入处理 他自己的事 然后接下来 所谓两岸就是资讯通报 另外就是说 要协助对方来办案 假设说我们有这个黑心厂商到大陆 那当然就需要大陆这边来协助 同样他那边如果有来这里 我们这也给予协助 我想所谓的这个两岸协议 应该最重要还是这个资讯的这个揭露 以及互相的行政的这个支持 我想这些如果能做到这样 就非常好 但更重要还是各自把各自的事情做好 这才比较重要 好的 今天也在提醒大家 这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都可以打电话 进来发表您对台湾搜水油事件的一个看法 我们中国大陆听众请播400-120-0551 在台湾的听众请播00801-148-940 好 下一位我们接高雄的刘先生 刘先生您好 请讲 哎 哎 你说 我们哦 应该像那个香港学习啊 人家香港你看 两三天就把那个说 违照文书那个收押了 我们这个谈了一半天 谈了一个多好天 发了好多次 发了那么久都不敢去收押了 尤其那个委员 以前每一次都是他有名字啊 为什么他没有事呢 每一次都说他受害者啊 他是油品专家啊 他有发言有什么东西 为什么他说受害者 受害的真的是我们老百姓啊 人家香港人家那个多有婆理 两三天就马上就把那个收押了 我们是不搞什么嘛 我们政府嘛 就是那个屏东政府 那个在十几年了 在那个农田 没有没有执照 没有东西 那个不敢去办啊 他是在那十三年啊 人家捡几不敢啊 好的 谢谢高雄 刘先生来点明白您的意思 刘先生提到说 这香港人很有魄力 一下就抓到这个源头 我想请这个赵惠普先生 另外刚才前面这一轮 前面一轮的这个听众观众也提到了 台湾有很多的食品大厂 事实上政商关系良好 这一次爆出来 其实也非常让民众们惊讶 竟然都是台湾非常知名的食品产业 包括刚刚提到了统一旺旺 黑桥牌剩香针 跟这个牛头牌 这样都大家吃了很久很久 还有一些老牌的零食也没有躲过 像小时候常吃的五香乖乖 还有孔雀香醋脆 这都有问题 可是大家都已经吃了这么多年 是表示说这个问题 其实在台湾存在已经非常非常久 是不是跟这些食品大厂 跟政府之间的关系 也有一些关联呢 他是这样 就是说很多食品产业是后来的 他相信你政府有把关 所以他就用了 他们是受害者 真正有问题的就是 在上面去用这个东西的人 那我想应该很明确的 我想台湾好像也把强贯的老总 好像也把他收押了 他也刚下跪道歉 从这边就可以看到 其实在亚洲国家 我们在讲 我们就重新再看 有这个事件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公务员的数字 据我观察 在日本 在新加坡 在香港的公务员 他们待遇都蛮像样 而且政府对他们公务员 公务员对他自己的要求都很强 所以政府对于这些公务员 他这种事务官的上面 他并没有不太敢做那种很强的压制 像美国就是这样子 你再大的官总统我不甩你 这是我的职责 你讲了什么也没有用 对不对 我们台湾有没有这样子 我们台湾是不是常常政治力去介入一切 然后我让我们的部长 在那个立法院的时候 完全没有面子 不管他什么事情 高雄发生一个气爆 你去把一个不相干的这个部长挤走了 结果这个就很不好 然后其实换了很多有心的读书人来讲 他可能有心从政看到这样子 他都不愿意来 所以我们到现在就变成一个 很糟糕的一个循环 就是好的人不肯进来 然后进来的人 就是能够忍受你们这种冷嘲热风 一切压力的 他可能就是别有目的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从这个关系 回头来看 我们有没有办法 让我们的公务员能够执行他的公务 而不会被他长官的这种 政治的这种立场而相左右 这是一个蛮严肃的课题 对不对 好的 谢谢赵博先生 我们这样上半场时间剩下不多了 我想请台北的严谨发言教授 谈一下台湾这一次的史安风暴 所散发出来的联谊效应 可能包括好几个层面都会受到影响 包括你刚才也提到的 这个马上陆克来台可能就会减少 那台湾的观光产业也受到冲击 甚至经济方面也可能会受到伤害 另一方面就是说 现在台湾的政客都针对这件事情 也都发言了是不是也有可能 进一步冲击到年纪选举的选情呢 您的看法 是 我想先回答刚刚赵博先生的说法 我顺着他的说法 我觉得其实很多事情事在人为 当然现在我们把很多责任 归到说这些媒体或者政客 这些批对公务员的约束 我觉得有时候可能言过歧视 我比如我举个例子 像现在一般酒册 就很彻底 现在几乎很少人敢去干饭 即便是有地位的人 大概碰到交通警察也不敢 亮出他的这个名字 所以我意思说 你以这个酒册的这种的作为 来做这个食品安全 我相信就可以做得很好 那至于说对会对年底的 这个选举会有冲击 这个我目前还不敢去判断 但是我相信对于马政府的威信 确实是有伤害 因为这还关联到之前 有好几个部长下台 所以我想可能对国民党的 这个中央执政会有一些影响 而如果这一次的这个整个选战 国民党这个马总统 还是整个这个选战的这个 等于是背后的这个大的 这个总干事的话 我相信会对这次选举 是一个比较负面的这个因素 好的 非常感谢严坚发教授的分析 那么今天我们有关于 台湾搜水游事件的讨论 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请观众朋友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稍后还要带您关注 两岸货贸协议重启谈判了 究竟对台湾势力势必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海峡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 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其慧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海峡论坛 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华新闻网的夜活音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 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台湾那么多的票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的位置 民意在过程当中 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 好的 现在时间来到了9点40分 马上就进入海峡论坛 今晚第二个讨论的话题 那么就在刚才我们谈到 这个搜水游风暴清洗悬台的同时 全民都在关注这个民生健康的问题 同一时间 与关台湾经济未来的两岸货贸协议 在延宕了将近一年之后 上个星期也在宜兰的江西重启谈判了 由于中国和韩国的自由贸易协定FTA 预计在今年的年底就要签订 势必将对台湾的产业造成冲击 马英九政府的经济首长们就提出警告了 他说两岸货贸协议将是避免 台湾被边缘化的生死关键 在另一方面 台湾民间社会在经过了太阳花运动的起礼之后 对于两岸之间签署任何的协议 现在都是高度敏感的 因此这一次两岸货贸谈判 在提高透明度方面似乎也做出了改善 那么究竟两岸第九轮的货贸协议谈判 有没有具体的进展 台湾的经济是不是真的只能够依赖中国 找不到别的出路呢 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 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 在宜兰郊西登场的两岸货贸谈判的第九轮 究竟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进展 两岸的攻防重点在哪些产业呢 严建发教授 是因为这一次在宜兰的这个谈判 非常的隐秘 所以外界都无从了解 当然我想确实没有错 这一货贸对台湾来讲 这个整个经济发展非常重要 尤其我们跟韩国有大概七成的重叠 在外销上 外销竞争上 中国又是我们一个最大的外销市场 现在占四成 所以坦白讲货贸是很重要的一环 但是问题就是说 政府在整个处理过程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程序上的瑕疵 比如说当时太阳花运动完之后 政府其实有承诺 要这个监督条例 这个确定 然后就来 再进行这个谈判 那当然这个在时间上是很赶 可是已经延宕了半年 这个半年里头 我认为说 政府应该要用更多的诚心诚意 跟在野也好 跟社会团体 多次的这沟通 我相信在这沟通的过程里面 一般民众看得到 也会给政府一些知识 因为只要政府做的事情 是对大家有利 我相信大家愿意支持 那我认为这些 包括太阳花运动也好 或在野的这些想法 他们实际上也是为台湾的利益着想 他们只是认为说不要黑箱作业 黑箱作业可能很多阶级的利益 会被牺牲掉 所以我想大家既然都是出于善意 都要考虑到台湾的竞争力 那不如就是要开诚布公来做 所以这一次他们在宜兰 这样子很隐秘的做 其实是又是另外一个不好的示范效应 我是认为说其实不需要这样 应该我想现在大家资讯那么丰富 我想我们在整个亚太地区的竞争 碰到这么大的障碍 这几乎大家都清楚的事情 所以我相信大的方向大家不会反对 但重点是整个做的过程 这必须要让在野的或者这些社会团体 感觉到一种至少一种窝心的感觉 好的 谢谢严建发教授 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赵慧武先生 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 这个货帽协议是重启谈判了 在延荡这么久之后 事实上也是因为这个服务贸易 前面这个服务先卡住了 因为这个太阳花运动的关系 卡在立法院现在不动了 那么货帽的前景看来也是不容乐观 不过我们看到美国又是怎么看呢 美国的华尔街日报 事实上上个月有一篇文章 受到台湾各界的一个关注 他就说这个经贸自由化 台湾停滞不前是自甘落后 他用了非常重的一个字 另外也有看到一些文章指说 这个台湾现在看起来是 整个经济上面停滞转动 你怎么看到国际社会 对台湾目前经济自由化的这些忧心呢 是 对 那个两岸 这是美国看两岸的事情的时候 有可能看得也是不是太深 就是说明显的中国大陆 我们可以观察到它的方向慢慢在转变 第一个就是它这个服务过不了 你看它货帽这边就开始来进行 对不对 除此以外 我还要呼吁一下 如果大家有稍微注意一下的话 好像是上个月的时候 在福建他们就在开始就讲说 把香港跟台湾某些产业 视为国民待遇 这国民待遇 我记得这中间就有一个说民营的医院 因为在中国的医院问题蛮多的 所以台湾的医院在那边设点以后 有一些这个适用项目 他们觉得很好 所以它就开放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 它有时候地方官 它还比较了解 它尤其是福建 我想跟台湾对台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所以他们很快就开放了 那有的时候在中国 就比如说在北京 有些官员在制定政策的时候 因为他们像北京跟台湾 现在也慢慢有个趋势 就是说很多一定要念书出来考公务员 当然这是对国家的一种 一种官员的挑选 但是有的时候 因为你太读书化 你不太了解底下实际上在运作的时候 两岸都会慢慢进入到一个过程 就是说讲说读书人治国 讲难听的 有人就讲说书生治国 你根本就是嘴巴直上谈的 所以在两岸 我记得以前在两岸还没有谈这个F的时候 就在那边顶在那个地方 你一条我一条 好像两岸是国与国中间在对谈 现在那个福茂也渐渐有着到货茂也有这个样子 有点这个样子出来 两岸是要有大智慧的 对不对 你两岸如果说你地方政府都可以视为说我们是同一个华人的体系 我都开放你来做 外国人不能来做 为什么我要这样讲 就是说如果这中国大陆的一些官员 你可以再回想一下的话 今天来你这边做生意的美国人 欧洲人 日本人 亚洲的人 有谁会回馈来捐钱给你盖学校 你发生大地震捐了一大堆产 只有台湾 那用这个心来看 你今天你对韩国的这种FTA的谈判 好像进展进展很顺利 韩国赚了钱会回馈你中国吗 你你你这个在这个两岸再讲一遍 两岸在做所有的事情是要有大智慧 台湾好像碰到一些问题 因为它沟通上有很严重的问题 那中国大陆你就要不是同一条路吗 好多条条大路通罗马 对不对 我是这样真的要很诚挚的呼吁一下 就是说很多条路可以走 这不是唯一的路 好的非常感谢赵吴先生 除了请台北的教授 严靖房教授也回应之外 我也想提出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刚刚提到说 这次整个谈判的地点 移到这个宜兰的交易 当然可能是因为要避免 像是之前发生这种大规模的抗议 不过也引来一些 认为说这是黑箱作业一些质疑 但是这一次谈判我们发现了 就是说因为要化解民众的忧虑 好像看来马政府是采取这个 每天都固定要开记者会的方式 来跟民众们报告说谈判的一些进展 你认为这样的一个加强透明度的方法 是不是能够化解外界对于这个两岸协议 总是在黑箱作业的一些质疑呢 严谨法教授 这个我相信有一部分 因为这个算资讯的揭露 这是对的 但我意思是说 你有很多的沟通 不要太自视 比如说过去对这个福贸也好 货贸也好 这种都开公听会 那公听会就是开了 然后来听 那种的互动 其实应该是要抓几个重点 比如说在野的领袖 在野当然有大小党 或者这些民间的这个团体 去更多私下的这个沟通交流 当然这所谓的私下交流是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让外界知道的 但就说是一种 人跟人之间的一种互动 比如说我们看李明博在当首尔市长的时候 他为了整治河川 他跟居民沟通了四千次 四千次 所以你可以发现说 很多东西你要用心去做 那你这样只是行李如鱼的开公听会 那个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差 所以我认为说 还是要用 要去注意人际的这种互动 那政府掌握那么多资源 我相信一般民众 或者说这些在野政党或民间团体 也不会说只是为了要反 反对政府而反 而是希望说大家 能够建构一个好的经济环境 所以我认为说 是不是一些做法上稍微改变一下 对刚才郑教授也提到 这个韩国的经验 事实上中韩马上要签订 很快再请教这严天发教授一下 我们知道相对于欧美日韩 事实上台湾在这个 对外的经贸谈判方面 可能还有很多要学习包括韩国的经验 事实上韩国就花了14年才凝聚了 国内对外谈判流程的一个共识 你认为马政府还有在谈判 包括了这个征询民间的意见 包括透明化方面 还有哪些很快跟我们谈一下 跟韩国可以来借鉴的地方呢 这个问题我没有很深入研究 但我认为说实际上至少在野政党或者这些民间团体都没有感受到说政府有跟他们做很多密切的这个沟通 政府一直在讲说开了很多座谈会 公听会 可是你要知道公听会 座谈会那很可能只有媒体的效应 那没有那很实质的就是说这些关切的利益利害涉入者这些的这个很多的意见也许没办法充分的来沟通表达 所以我认为说可能当然外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但有一些是我们自己最清楚我们自己的环境的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借用外面的这个经验 好的 非常感谢严建发教授 那么也请华盛顿的这个赵伟博先生可以谈一下 包括了我们刚才也提到中韩要签订了这个自由贸易协定了 那前面我们提到华尔街日报的文章也提到说 事实上台湾的产品跟韩国有五成到八成都是互相重叠 如果中韩真的在年底按照时程签订这个FTA的话 台湾受到冲击非常大 可能很多的这个产品都会被踢出中国大陆 如果这个现在大家都形容说可能是两岸的货帽谈判 就像跟中韩的FTA在赛跑一样 看谁先签如果真的是对岸先中韩先签的话 那么台湾受到的产业冲击可能就会非常大 必须敢在这个完成货帽谈判之前呢 抢回来这个市场 你怎么看这些产业方面的担忧呢 好 但东尼我想就再加一句刚刚从严教授讲 他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工厅会好像效果不伤 我其实我好像感觉就是说 台湾的所谓的工厅会是好像是政令宣导 就是派了一个还不是很高层的 就是找一个科级的主管去那边 就是说这是我们上面交代要这样讲 然后呢底下人讲什么完全没有听到 完全没有沟通 偶尔应景一下有些这个上面逼的外头逼得起 舆论逼得起的 来一个就是来一个教授级的 来一副就是这个完全你们都不懂我才懂 然后这个没有用 因为其实这个你要听人家是互动嘛 对不对 这个是要互动 你要听人家讲什么 而不是我要宣导什么东西 这个是这是我们台湾这个在这两岸沟通上面 一个很大的一个一个错误 就是说你根本没有在听老子 你听人家的意见你只是告诉人家你要听我的嘛 所以这个就有这样子来讲 我说这个韩国啊 它是我记得几年前 三年前当EFA刚签的时候 我回忆一个英文的名词叫 清瓦 C-H-I-W-A-N 那时候韩国就登出来一个很大很大的字 叫做什么China and Taiwan 是他们最怕最怕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台湾它有很多比较高科技的一种思想 那种创新的 然后中国大陆是在生产 所以它那时候它中国大陆到今天为止的 对这个新的这种概念还没有那么强 所以台湾有很强势 所以它很怕很怕台湾 所以反过来是台湾怕韩国先跟中国先了 现在就是说因为还没有发生嘛 但你可以看到那个韩国因为产业很少 那我们常常讲韩国 我们好像美化韩国 其实韩国的失业率到现在为止 我记得是百分之四十 就是一百个人里面有四十个人没有工作 然后他们新的这个女的这个 这个总理上台说 希望几年之内达到百分之三十的失业率 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 他们几个大产业 然后他我记得我有朋友从西安过来 他们在西安要设个很大的厂 你看中国为了去吸引他们来 连那个国际学校都在设立 为韩国人来设这个东西 所以你当不担心就是中韩如果签订的话 对台湾造成冲击 当然这很严重的 我在讲韩国把台湾当成很大的敌人 然后呢很怕台湾加上中国大陆 所以他们发明一个字叫青瓦 然后现在这个青瓦快被自己搞破了 然后这中间就很可笑的是 你明明可以走很大的路 结果呢 但是对台湾未尝不是一个鞭斥 为什么 就是说很可能这个服帽货帽 现在因为这个韩国的FTA 可能很可能有一个有一个urgency 好的谢谢赵卫比先生 我们很快接听河北任先生您的电话 任先生您好请讲 谢谢 旁观者清 我看这个马英九政府啊也挺可怜的 你看本来是这个服帽谈判也好 货帽谈判也好 本来是为了台湾的老百姓好 但是还要东躲西藏 为了躲的就是这个绿党吧 绿派吧 我看绿派啊 他的本心就是想把这个台湾搞垮 他就得乱中取胜 对吧 你看国民党不行吧 台湾搞垮了 哎 他就可以顺势呢 他就去的政权了 好的 太阳化学义一个很重要的诉求就是这个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但是目前立法院反而停滞着没有动 那您觉得那如果会未来货帽谈出一个这个一个什么条件出来的话 到时候还是会陷入先前这样子的一个抗议的轮回 所以是不是要先正本金元把这个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给先通过了呢 以目前来看这个时间上变得蛮紧迫 假如说我们要把韩国当作一个加强底来看 是蛮紧迫 但我一直认为说上面这些人这些人在对抗 我们说这个执政在野或者是民间团体 但是还有很多观众在看就是民众 所以我是觉得说如果执政党或包括政府 陆委会他们有一些好的这个草案 多去沟通 多去找这些团体私下沟通 我相信多做一些人民会感受到 感受到说是政府有这个决心 有这个善意要做这些事 我相信民间团体或者在野 也会做某种程度的妥协 而不是只是做一个看起来是一个样子 有行李如意的样子 很自视的这种公听位 或者一种朝野这个沟通 这样的话很难去感动人民 所以我认为说其实可以做 在做法上可以再进一步多投入一些心力 好的 谢谢 谢谢聂八教授 那么最后请两位来宾各以30秒的时间 为我们做一个总结 先请在华府的赵惠普先生 好 博弈 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这两件事情 找到一个一个共同点 就是说这个实案的事情一搞就变成 中港台澳都有 然后有这边就看到就说在两岸 当你在互相在合作的时候 应该是有正向的 如果说两岸你到后来不合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面对自己 必须要面对的历史责任 这样子 就是说还是呼吁一下 两岸的一切是需要大智慧的 这个大智慧是需要从上到下都有大智慧 谢谢 好的 谢谢赵惠普先生 回到台北 严谨法教授 是 从这两个事件我们看到说 台湾现在是危机市府 不管从时的安全 或我们的整个经济发展 是危机市府 但是其实危机市府也正是给政府 不管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 一个好机会 因为人民会赋予你权利 所以我认为说政府不要忘了 自己有这么大的一个筹码跟资源 所以政府只要愿意强力的来 做一些政务 我相信是可以得到民众的支持 所以这个危机也可以是一个转机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 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 也非常谢谢听众 观众朋友们热烈的参与 更感谢透过中网新闻网 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好的 节目 我们现在呢 这个海峡论坛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就问大家进行到这里 我们再次感谢 这个维基尼亚设计大学 董事会主席赵惠普先生 还有台湾践行科技大学 基本学教授 严建发教授 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 感谢您 当然我们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的参与 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 发表上的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另外今天来不及参加 我们想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 你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 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 并留言评论 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查询海峡论坛的相关报道 我们的网址是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路三期报道 现在更添加了快捷免费的手机应用平台 你可以及时了解突发新闻 还能教你自己的视频 图片和音频 与我们的记者分享 其应用适用于各类手机和平板电脑 苹果系统以及安卓应用 赶快来下载免费的VOA新闻应用程式 好的 今晚的海峡论坛 我们谈了两岸的食品安全问题 还有台湾经济的前景 下个星期的海峡论坛 我们要焦点转向中日台三角关系 还有苏格兰的公投结果 对台湾有何启示 请您持续锁定VOA卫视 每个星期天晚上 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 我是凡东宁 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 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 祝您晚安 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了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